大家好,歡迎收看焦點新聞,今天是大年初一 首先恭祝大家新年進步,看看新聞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確診新冠肺炎,他星期一在Twitter宣布這項消息 他說他被驗出對新冠肺炎呈陽性反應,現時的感覺還可以 他還說他會遵守公共衛生指引時,會繼續搖距工作 還提醒各位要請務必接種疫苗 杜魯多上星期接觸過一名後來確診的小朋友 其後他和家人展開了幾天的自我隔離,如今他自己確診了新冠肺炎 由於首都屋泰華日前發生反疫苗示威,數以千計的人士加入名為自由車隊的示威行動 杜魯多和他的家人已經被安置在一處不公開的位置暫時居住 而在英國,英國外相卓慧斯也對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是呈陽性的 沒有辦法按照原定的計劃,星期二即一日啟程前往基庫,就烏克蘭局勢進行滑船 他是繼英國教育大臣之後第二名染疫的英國內閣大臣 英國首相辦公室說,卓慧斯是首相約翰遜訪問烏克蘭代表團的成員之一 暫時未知道卓慧斯原本安排未來兩個星期訪問莫斯科的行程會不會受到影響 講開這位卓慧斯,他在英國首相府裡自從發生派對門醜聞還未平息之後 卓慧斯也陷入輿論的漩渦 綜合獨立部、地鐵部等英媒28號爆料 卓慧斯日前乘坐包機前往澳洲行程,大約花費了英國納粹人50萬英鎊 即是折合大約是港幣523萬 由於他本來可以乘坐高校而又平價的商業航班飛去澳洲 這個浪費的舉動隨即在英國引起了國內的爭議 有政客就痛斥這位政府官員的行為是荒唐的 獨立部說卓慧斯並沒有乘坐每天都有從倫敦飛往色尼的航班 夜乘坐政府部門的私人飛機空中巴士A321前往澳洲 並且在訪問澳洲期間在澳洲境內飛行了2.2萬英里 地鐵部就說如果他選擇商用的航班 他會更快到達目的地 而且至少會少花49.2萬英鎊 即是大約514萬港元 獨立部補充說卓慧斯這個星期往返澳洲的行程 預計是燃燒了150噸燃料 產生了近500噸的二氧化碳 報導還援引航跡網站資料細說 行程去程的時候卓慧斯的飛機 先從倫敦飛往杜拜加油 然後又去了吉隆坡加燃料 最後飛到色尼 而在返程中他的飛機就從亞德萊德起飛 之後就先後在吉隆坡和杜拜加油 最後抵達倫敦 相比之下商業航班會被這班專機早9個小時抵達倫敦 此外根據英國外交部的資料 一共有15個人乘坐這次的航班 包括卓慧斯和他任下的官員和安保人員 為此英國媒體說 這次飛行至少需要兩組機組人員 據了解他解釋選擇私人飛機出行是出於安全考慮 擔心對話可能被其他乘客聽到 卓慧斯的行為隨即引起英國國內的不滿 工黨、副黨領袖安吉拉雷納指責乘坐私人飛機的行為 顯示出保守黨政府對納稅人的錢是多麼不尊重 離人厭惡的是政府大臣坐著飛機到處去旅行 但在國內就提高稅收拒絕做任何事情來幫助正在承受生活危機 壓力的工身家庭 面對蜂擁而至的批評 卓慧斯回應說 他說他自己坐的是政府飛機 這就是為什麼他有一架政府飛機 他就是讓政府大臣能夠處理政府事務 所以我就坐著這架飛機去澳洲 但諷刺的是在卓慧斯回到倫敦前一天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帝約方大會主席 夏爾瑪在英國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次活動上就說 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必須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順手承諾 英國首相府近日已經深陷派對門的醜聞 英國傳媒就推測卓慧斯被廣泛認為 是約翰遜下台之後接替英國首相領跑者之一 但英國傳媒就擔心這樣說 這不是卓慧斯第一次因為開支問題引起了英國民眾的不滿 泰吾士報上個月早前就爆料說這位保守黨內閣大臣 拒絕有關找一間更便宜的餐廳的建議 而是用了納稅人的錢舉辦了一場價值1400英鎊的午宴 從卓慧斯大港應對氣候變化 同時又濫用私人飛機出行 充分看到這些英國政客說一套做一套 回到本港看看疫情的消息 本港第五波疫情未止 今天新增129宗個案 其中22宗是源頭不明 創了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新高 患者住所遍佈港九新界多個地區 包括土瓜灣、大圍、葵聰、屯門、元朗、大埔、荃灣、西營盆等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5宗個案未找出源頭 而今天的不明源頭個案算高 是第五波疫情以來最多不明源頭的一天 相信越多人做檢測可能會更容易找出病例 顯示社區有一定的傳播 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電視台訪問時 承認兩年來政府推行的抗疫措施 過程中有不支持的聲音 但他相信市民會明白 他又強調與內地的免檢疫通關 必然的條件就是跟隨內地的防控政策 維持動態清零 陳肇始說為了防疫抗疫動態清零 是環環相扣的工作 這是市民的期盼 其他國家正經歷與病毒共存 甚至有些地方一天有幾十萬宗的確診個案 醫療系統沒有辦法承受 他說當本港首針接種率達到九成 可以考慮以疫苗通行證為基礎調整社交距離 轉看看其他消息 西貢東龍州下午有人墮海 兩個人被救在宋縣 其中一個人經搶救後證實不治 示範在下午1點17分 一名二十二姓豬的女性 在東龍州遊玩 期間靠近崖邊自行拍照 不慎墮海 她71歲 姓王的繼父看到這樣的情況 懲急下跳入海中救女兒 同告遇歷 在場人士救起兩個人和報警 由水警輪送回西灣河水警基地上岸 再由救護車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兩個人送院時昏迷 可惜經搶救後 男子是忠告不治 其中一名女親友趕到醫院了解情況 大約虎年大年初一 三間醫院分別有兩名女嬰和男嬰 在零時零婚搶集盡利出生 除了荃灣港安醫院一名女嬰 凌晨零時零婚搶集出生之外 沙田仁安醫院也有一名男嬰 和一名女嬰搶正 凌晨零時零婚出生 分別重3.18公斤和2.92公斤 張氏夫婦說 張先生任職銀行 太太全職媽媽 對兒子沒有特別期望 最重要是健康開開心心 希望她能夠自由發揮 至於女嬰的父母 石士夫婦就指 女兒是她們的第一胎 對女兒也沒有特別期望 只要開心便可以 將來的路由女兒自己選擇 石太太就指還未改名 新年願望就是疫情可以快些過去 親友可以去到探望女嬰 而聯合醫院在凌晨零時零婚出生的一名女嬰 重3.3公斤 是媽媽的第一胎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